近几年不少明星因车祸离世,很多年轻的生命也就有消失,前一段时间就还没透露。 在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左右,通往仁川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,导致了一女子死亡,并称是一名女团成员。 车祸发生后,媒体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布死者身份,但是根据媒体报道的线索和描述,网友猜是女子组合成员韩志兴,后来韩媒正式公开报的死者确实为韩志兴。 韩志兴现在才28岁,一女团身份出到1090后著名女星。 据说当时韩志兴丈夫那期,在高速路临时停车去上厕所,当时车是停在路旁停车线处,打开了双闪灯自己也下车,不料后面的私家车因车速太快就撞上了韩志兴。 其丈夫回来后就看到妻子背后面的车接连转过来,自己逃过一劫妻子,却永远离开了人世。 韩志兴虽说是女团身份出到,但是出到后所在女团并没有红起来,后来很长一点时间她都没有。 在娱乐圈发展,直到三年前还复出,上流社会倒数第二次爱情等韩志兴都有她的出现,最为关键的是韩志兴和她老公结婚不到两月,可以说他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。 如今已聊两个让人唏嘘不已。 。